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到北台湾的酒粪还有金瓜石寻宝去 北台湾的酒粪金瓜石在过去曾经是采金矿的重镇 全盛时期黄金的年产量高达了两公顿 有黄金成的美誉 不过采矿业早就没落 而矿坑也早就封闭了 不过就在几年前 澳洲矿业公司跟地质专家曾经联合探勘金瓜石 惊讶的发现这地底下大约还有价值2000亿元的金矿 消息一传出引来了很多人的觊觎 五年多来许多人千方百计的想要混入废弃的坑道 估计被挖走了300到700多万元的金矿 如果照澳洲矿业公司的说法 这下面还有2000亿的金矿 那么台湾现在是不是就沉睡在这金山上面毫无作为呢 节目一开始热线追踪的采访团队 要带您重回酒粪金瓜石 卷起袖子来找找看是不是真的还能够挖到宝 红色字体 白色力排强烈的贺阻意味 警告来者不得越雷迟一步 现在已经不开采了 不开采了很多游客他都踏到上面去 那也是因为想要进去一亏就镜 所以现在里面 现在里面危险度相当高 不管是落石也好 那里面路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红白分明崭新的警告标语 每个字一笔一画 似乎都在提醒我们 金瓜石矿坑在民国72年停工之后 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就此成绩 经济不景气 为了这个 为了一点经验牺牲 挺好走险好大有人在 据传金瓜石当地民众募集 有不明人士骑车到矿区附近 一待就是好几天 既不像学术研究人员 也不像一般游客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矿坑底下难道还有黄金 一连串的问号让我们实地踏上 金瓜石矿区寻找解答 中方都在里面 现在是车在里面 在这里 冲出来的 从来到最新闻 工作人员 在这里工作人员 很多人员 很多人员 带着热线追踪采访小组 快九十岁的张阿辉老先生 回到金瓜石矿坑 从十五岁开始 他先后在九份与金瓜石两地的矿坑 担任过操作机械的技术员 超过两千公顷的矿区 每条小径与矿坑 张阿辉仍然记忆有心 他在里面有白铁坑 要这么空起来嘛 空起来就直接 不跟中午时有 米有在桌上 有在什么石头出来的嘛 所以很满意的 不然这里是空起来 从阿摩头空起来 所以水是以前的吗 蛤 水流下来以前的吗 没有 这碰到你家 有的也会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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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 微弱光线 对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 像是北极星 成为迷途的唯一指引 但张阿辉老先生 却是轻松踩着熟悉步伐 穿过一个接一格的台车坑道 不需要任何照明工具 一般人要走到这里来 难度不低 可是就在距离隧道 没多远的一处废墟 出现了不寻常的东西 这碰到这里还有两个 在这里修用呢 没有啦 还有棍子 没有啊 可能来这里剃头 不知道怎么说 这几岁都以前都不错 现在没人去使用了 一整袋垃圾就摆在角落 似乎是有人使用完 才刚整理过没几天 旁边还有看起来像生火取暖 所烧出的斑驳痕迹 是来露营的观光客吗 很难给答案 只不过在往前走不到60公尺 就是金瓜石的六号矿坑 这一段时间里面有6坑 6坑 那坑上的坑是高爽 好 地楼是10坑的 那这些坑是高爽 里面有黑洋坑 原本的坑道因为荒废后内壁塌陷 变成源源不绝的小河流 这里又看到铁栅栏告示牌 张阿辉坚定地说 偷溜进去想在里头存活 简直比登天海南 以前是有那些 从那些三个铁 是从踏有点往前的铁 因为它跌在铁 跌在铁 现在冲起来 铁的空气没空 没空气就没空气 人家人也是要阳气 没有阳气人死掉 没空气人死掉 现在都没空气人死掉 被问到有没有人 偷溜进矿坑偷挖黄金 老人家以经验直接否决 但仔细看 深咖啡色 锈石的栅栏上头 突兀的缠绕着崭新铁丝 是被破坏后再重新安装的吗 还是最近为了补强 才加上去的 今天还在铁树市前就能拿 对啊 坐几百年期了 他在铁树市前也没空气 现在是在铁树里坐的 你现在也没空气 你看现在在铁树里 铁树中的是七寸的 要从这种几十斑 虽然是进矿坑 但不是说随时可得的 进矿坑可以随便拿到 一般是用矿土里面去 去把它倒碎 那很多是制成的 所以你搭到哪个矿土 也不一定有黄金啊 所以要很大很大量的 这个黄金土 才可能提炼出黄金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成本不一定花得来 看起来想从六号坑的位置闯入 首先要突破水路已经有难度 因为无法掌握里头的水深 氧气量更是一大挑战 那还有其他出入口吗 他如果要偷偷进来的话 会走这一条 是 最上的那边就是 转换路线 采访小组来到茶壶山 这里是金瓜石地势最高的一区 同时也是含金量最多的一区 金瓜石分为九个坑 最上面是晒 它就是一坑二坑下野一直到五 五坑五坑 五坑五坑 那我们黄金保护板是五坑 所以用高度来区分 第一个发现就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待会到那边去 那个地方 高的地方 那含金量多 刚开始挖的时候 还没进洞口就已经挖到金 难道这边才是 不明人士潜入偷金的热区吗 当阳光从天际灑下 覆盖一层薄薄青苔的石头 顿时闪耀出奇特的金属色泽 仿佛像是一座黄金山 格外令人遐想 果然还没进矿坑 光是随手捡起的石头 就已经出现闪闪发亮的结构粒子 这我们现在折射出来的 可以看到有没有 除了有石银以外 还有黄铁矿 那还有细菌 但是量很少 它要经过在提炼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量很少 所以提炼很辛苦 那这么硬的石头 我们要把它敲碎脸碎抹成粉 再用洗 然后再用心化器再去咬 那是很辛苦的 茶壶山人形步道就在一旁 但是我们所在的乱石坡上 却有明显经过长期走踏 而形成的小路 草丛中还有被人随手丢弃的垃圾 那就是有人他来转 来看看 有没有 来测试 是这样子的洞 是这样的洞 应该是找出来的 有没有 这种洞是天然的 我们看它像这种 这样天然的 是人的 像这种是挖的 那找要看看 里面有没有那种结井 对 找要看看有没有结井 不远处又是一面警示牌 告诉闯入者 这里是矿坑的竖井 竖井的功能 就是把地底横向挖掘 再往下一层又一层 挖出S型的网络坑道 直接用纵向贯穿 就可以垂直 将矿坑各层 挖出的黄金 掉上地面 像那个 就有人去敲 那不像黄金 可是像 或者说 他们是有人要来 偷彩的话 直接在这边 不需要进到底下去 一定要进到里面 里面因为 金的那个 我们来讲说成分高 因为它上面 它成分比较低 所以它要到下面去石头 看里面金的成分比较高 传说更多的黄金 就在矿坑底下 拨开长得比人 还要高的荒叶曼草 局部围艰 靠近另一个入口 这里进去 这当初是主要金麦 主要金麦是从这个口进去的 所以很多人知道说 它的周围 金的含量还是有的 所以还会从这里进去 挖 可能金含量比较高一点 它已经弄了 你看它铁丝都新的 铁条并旧的 但是铁丝已经又新了 你看 又是一个封筑的出入口 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也有事后补偿的措施 看来已经离黄金矿脉 越来越近 再往前走每几步路 脚边出现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坑洞 极有可能就是潜入矿坑的密道 你看看样子是人家在挖的 可能陷进去也刚好 这也是危险 不管是不是挖的还是 这线追踪采访小组 持续追踪稻采黄金 当时前往金瓜石 就曾经发现有不明人士 利用相同大小的洞口闯入 这个地方现在一直 还有人在偷挖等等 它的劲量不高 可是它就慢慢洗慢慢洗 它如果做一个月 有一两二两的工钱 它觉得足够了 警醒通过垂直落差 将近一百公尺的石堆 深处地底 果然就在半途 发现了一条 才刚绑好不久的新绳索 往下垂掉 甚至还有人 把鞋子丢在一边 就连桶子都装好 洗精用的化学原料 原来有人 已经抢在之前 来过这里淘金 这整个好重 都是它选出来的 好 这里面代表它金量还是很高 可以看得出来 好 就这样洗 那把重的石头拿掉 其实这都要敲碎 以后因为水就比重 我们用这样洗 涂洗掉 好 它慢慢来水 再接下来 把它背 好 慢慢来水 这个就放弃 有没有 站在矿道底下 抬头还看到阳光透进洞里 这一条弯曲的洞穴 至少两三百公尺 还有的是身不见底 一样有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 你要拼一次挖垢本才甘心 你看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 它做个凉柱 挖青挖到这里 不能再挖 好 这个是凉柱 一定要顶得到 进到矿坑 如何嗅到黄金的气味 并不是真的靠鼻子 而是靠眼睛看手 寻找一样东西 叫做泥土 你看一整片 它现在就不让人家 出到这一条盖子 你看最里面挖出来 它的氢含量最高 只要找到黏土区 就是越接近金矿慢 而且越深层 戳度越高 不过只凭肉眼 是看不出来的 得先经过洗精程序 没有专业技术 根本做不到 这一段现场直起 捕捉到疑似 盗挖黄金的激政 有消息指出 这些日子以来 可能被挖走的黄金 市价就大约高达 三百万到七百万 矿坑 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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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镜头出来 有红壁的外表 把它封闭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个土地 大部分都是属台塘 对 那当然是定期在人家 许多这样子 当然这个附近的居民 会提爆 不算有什么欲壮的话 很多人也会爱相爱同 有热心民众帮忙巡视 台塘也会定期派两名 巡山员查看 但矿区将近两千公顷的土地 实在太大 房不升房 底下的矿坑通道又四通八达 官方统计长达六百公里 足以绕台湾一圈 但非官方数据更吓人 据说是九百公里 这多出来的三百公里 就足以看出 有心人偷偷闯入私自开挖 确实在金瓜石不断重复上演 我们刚看到了很多人跑到金瓜石去盗采金矿 或许很多人都是无功而返 不过您晓得吗 金瓜石全盛时期 可以说是遍地都是黄金 民国六十几年 政府从金瓜石大量的开采金矿 瑞芳到处都是住满了矿工 还有远来掏金的人 当时的金矿多到还能够露天开采 手里头随便掏一把沙子 就能够洗出闪闪发亮的黄金 而这些蛛丝马鸡到现在 是不是还在当地存在 也还能够证明金瓜石的地底下 仍然是遍布黄金 我们休息一下